他們害怕學生有民族情懷 因為民族情懷一旦起來了 對他的意識形態不利 這是很明顯是把政治深入教育 民進黨你們聽到了嗎? 大家多麼希望2083趕快被推翻 台北教師歐桂茲 口中所講的108課綱 就是2018年8月 由台灣當局教育主管部門修訂 2019年9月正式實施的 12年基本教育課程干擾 為推動去中國化108課綱 不但大幅削減文言文比例 並對中國史進行減化和肢解 五年過去不止是島內教師 就連普通百姓都嚴厲批評這個台獨課綱 中國史改成東亞史 它就是要弱化學生對於自己民族來源的認知和感情 不但是毀壞了教育 而且毀滅了學生認識根源的一個能力 我覺得他們真是最不合適 慢慢以台灣史來取代中國史 包括對整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 都有一個妖母化的進程 民進黨當局多年來 在教育界推行去中國化的政策 不止學的出現問題 就連教的都感受到問題 在大陸任教多年的休士傑 過去在台北就有這樣的感受 在台灣目前來說是非常困難的 理性地講大陸的好話是不容易的 而且就會覺得你是一個投雞的人 是不是想要投什麼雞啊 所以才要講大陸的好話 但你要不理性地講大陸的壞話 就是非常的容易 在謀讀道路上越行越急的民進黨當局 執政近百年實在是誤人子弟 今日台灣的道德教育、文化教育、歷史教育 實在令人心痛